逆球合作性方面做得相當完美 令到守門員的陳樹明完全沒有反應 陳發只是逆球給黑節辰鼓勵的掌聲 到香港隊方面的進攻 黎永昌扣一扣右腳扣大位之後 給中間的陳發師想使出他的看家本領 應該倒掛金鉤 但可惜這球球就不到了 但不要緊 後面就有個球員 應該看下去可能遲一球就犯手球 球證五鍵方面就催負了一個十二馬 陳發師的八步遷阳 大家在球場上也見過 這球球對於他來說也不是有難度 很輕鬆一趟已經入網 追回成一比一平手下 在慢鏡之中我們看看陳發師 射球球多麼怒定 走過去輕輕右腳一趟 貼著龍門柱邊入網 這場賽事雙方互有攻守 但精攻之友方面 那個實力始終都是強一點 看見黑智晨這球球 完全順技術的表現 輕輕鬆上一個1、2之後 跟著左腳一切 陳樹明方面也只是 可以看著球的網 沒有其他動作可以做的 去到下半場的時候 陳發師已經改選了 白色的精攻之友的球衣 這球球也是想試一試 這個門將的流動瓶 可惜他射起來 因為吃死了的關係 流動瓶方面就很輕易 就可以接到球 陳發師的球表現了一邊 跟著自己走中間 一邊走一邊看球出來的時候 哎呀 到與不到之間 就剛剛出腳的時候 但是… 因為大家都年紀稍微大了一點 所以這個球大家都走一走 發師已經起了腳了 看到這個劉凍平出來的時候 大家稍微收一收 那個球結果就漏了軟處 出去了 然後過來這邊 看到的曾偉忠 扣扣 曾偉忠現在已經跪為香港隊的教練了 給了這邊的施維山 施維山去不到之後 給了後一點 哎呀 當打的山道鼠 這球球也是相當漂亮的 那麼禁區邊線出了一點 大概22碼左右 藉著這個施維山回傳的球 按了一個很漂亮的球 又看到陳發師方面的進攻了 那麼… 去到前半場禁區邊 而起腳很漂亮的球 哎呀 可惜他就中眉彈出來的 那麼藉著這球球的中眉之後 陳發師也親自和球迷宣布 他的比賽生涯是結束的 告別球壇 今天我告別之後 我將會退出這個足球員的生涯 我以後將會全心全力 協助球隊的訓練 以後就是退出球壇了 我真的在這裡說聲 多謝 隨著這場告別賽的結束 主辦的機構也印刷了 一些陳發之告別賽的特行 送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當日的球票 而票尾的段數是以下這幾段的話 那你就可以換取到這本特行 沒錯,這本特行真的很精美 大家換取的時候 就要打以下的查詢電話 283-282-28